哎呦 抱歪吓坏了 看到没有 非常的危险这样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视频呢 给大家分享一个 我们只需要在 报废的电动车充电器上面 拆下来个小元件 把它接在电动车上以后 我们的电动车 在使用的过程中 就会变得非常的安全 无论家里的充电器 坏成什么样子 坏的有多么严重 我们都不要把它给扔掉 因为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用处是比较多的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它最好用的方法 我们仔细来看一下 每一个充电器上面 都有这样的小黑豆是吧 四个排列在一起的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充电器 也是一样是吧 在这排列这四个 我们呢主要是用它 现在呢我们拆个 这样的小黑豆下来 上面的这四个小黑豆 它的型号都是一样的 我们呢任意拆下来一个就可以了 首先就用电烙铁 把它直接弄下来 如果没有电烙铁 也可以啊 用钳子 用剪刀 把它弄下来 也行 主要呢就是把它拆下来 呦 非常烫手 下来了 我们先看一下电动车 充电上面的这个口 有很多小孩 比较调皮导弹 他喜欢呢 就是用一个硬币 或者是钥匙 再或者呢 就是其他的金属东西 他喜欢把它塞进去 这样是非常的危险 看一下 它这个危险程度有多大 哎哟 把我吓坏了 看到没有 非常的危险 这样 这个电线呢 都粘上去了 已经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种情况的解决方法 从此以后呢 就会变得让它非常的安全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呢 就是 上面带电引起的 我们给它改装一下 让这个电呢 只让它输入 不让它输出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首先呢 我们找到 充电口上面的 这条红色的线 然后呢 在中间 给它剪断 剪开之后 我们呢 把拆下来的 这个小黑豆 给它接上就行了 非常简单 我们看啊 这小黑豆上面呢 是有一个白杠的 这个白杠呢 我们 给它接在电瓶 这一段 给它拧上 然后没有白杠的 这一段呢 我们接在充电口 这边 就这样 接好以后呢 用电烙铁 给它焊老雾 然后呢 尝上胶带 就这样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我们首先呢 先来测试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 给电池充电 这是最大的问题 是吧 如果不能充电 也不行的 这边我们尝尝充电器 我们看一下 红色直升灯亮 说明呢 就可以给它充电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插头 摆下来 好 我们看 现在是不能充电的状态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看一下这个上面 还有没有电 没问题了 是吧 我们看 无论怎么再碰 也没问题了 插头上是不带电的 这样呢 就可以解决 安全问题了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就这样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